那一段岁月只属于你 只在想念的时候很清晰 只在忘记的时候很具体 记得有一次我很沉默 那是我第一次学会把泪倒吸回去 没人教我真是一种成长的文明 就像你很坦然的 就学会了告别 学会了忘记 学会接受一个错误带来的病人 生活在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把你变成了母亲 父亲 怀念的人 失去的人 把你变成一个你必须去理解的人 而那些翻涌而过的爱 是你从未发现的一种暗温性 因此你可以听到流星来临时的乐章 因此你可以和海浪对话 穿越某个星球 变成一种没有时间的存在 只因为你燃烧在无尽无极的时光里 变成今后岁月的温度 只因为我们都曾相信 爱变成了某个寂静的黑洞 它吞噬了我们伤魂蕾蕾的日子 直到看不进光的那一刻 青春告诉我 你们走吧 你们都成为了要告别的人 可是 你们都成为了最好的人